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与美国的谈判 特别是重大问题上的谈判进行了数次 包括朝鲜停战谈判 中美建交谈判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 以及这次的中美贸易谈判 总结这些谈判历程 特别是结合最近谈崩的贸易谈判 我们大致勾勒出美国人的谈判套路 可以说美国人不仅国家综合实力超强 谈判和公关能力同样非常强大 特别是在谈判过程中 对其实力的依赖和巧妙应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数一数美国二战以来的对外重大谈判 就其结果来说不但当时吃亏的少 在后续发展中也是沾便宜的多 那么美国的谈判套路主要有哪些呢 首先是想方设法获取你的底线 在正式谈判之前 美国会动用所有的信息和情报渠道 来获取你的谈判底线 以便争取拥有在谈判中的主动权 获取信息的渠道既可以同盟友分享 又可以通过间谍情报人员来获取 也可以通过专家智库分析对方的公开信息 来进行总结和概括 总之强大的获取情报和信息能力 使其常常能了解和掌握对方的底线 这是美国人谈判之前最先最重要的事 从过去历次重大谈判的情况看 美国人总能事先获得对手的底线 可以说美国的情报和信息系统非常发达 既有长期的跟踪研究又有平时的人脉培养 特别是具有强大的渗透侧反我方的能力 再加上有技术优势 美国人在谈判过程中常常处于上风 房间保密 人人有责 其次是非常注重谈判过程中的心理战和舆论战 在此次谈判的过程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主要谈判代表 莱特希泽、罗斯、纳瓦罗、姆努钦、博尔顿等 通过各种公开和半公开的渠道向全世界散布信息 时而乐观、时而悲观、时而积极、时而消极 时而吹捧、时而打压 目的就是通过舆论战和心理战 掌控整个谈判的节奏 引导谈判的进程 谈判成功 功劳归于美国 谈判失败 则把责任推给对方 让对方背锅 同时 舆论信息的发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特朗普和谈判代表们彼此间唱双簧进行配合 对我们软硬兼施 恩威并用 打拉结合等等 目的就是要让对手 无法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态度和用意 始终处于被动应对 疲于应付和处处挨打的境地 从此次谈判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特朗普和相关谈判代表之间 一会儿唱红脸 一会儿唱白脸 而且相互间 有时还交换着角色 时刻占据着国际舆论场的中心位置 企图为自身谈判 赢得最佳的舆论氛围 和条件的动机非常明显 人家会忽悠 我们可不能被忽悠了 第三是虚实结合 以虚换实 美国谈判的最重要目的是 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整个谈判就围绕这个来 但是在谈判的过程中 提出的条件 既有虚的也有实的 虚实相结合 目的是让对手摸不清自己底牌 引诱对手虚实两失 至少用虚的换取对方实的 比如在谈判过程中 以愿意构建中美间合作 共赢关系这样 一个比较虚的条件 来换取中方做出经济结构 甚至经济制度的重大让步 以所谓愿意看到一个繁荣 稳定 富裕的中国为条件 换取中国大量采购 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等 此等手法非常厉害 稍不留神就会上当 第四是以突破回归的套路 来获取最大利益 美国在谈判的过程中 经常是先提出过分的要求 并突破对方的底线 在对方反击和反对的情况下 又以所谓的让步 回归到原来的起点 并以此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 这种谈判的套路实际上就是空手套白狼 美国是通过突破对手的底线来凭空增加新的谈判筹码 并没有真正付出代价和让步 最后又以回到原点作为条件同对方交易 实际上是无本万利 例如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先逐步突破一个中国的原则 然后再以回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条件 同中国讨价还价 要求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实质让步和付出 先非法抓捕孟晚舟并以引渡为威胁 然后再要求华为接受美国控制 为美国进行监控提供后门为条件与华为谈判 最近特朗普先签署行政令 对华为及相关实体进行打压 然后又一把取消行政令 作为同中国政府进行贸易谈判的条件 你得说美国人的谈判伎俩的确不能小事 第五是美国在谈判过程中 往往能把自己的优势和筹码用到极致 客观地说美国人非常善于谈判 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作为筹码同对方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 他常常能把自己的优势用到极致 让对手防不胜防千方百计获取最大好处 此次中美贸易谈判 美国人把自己全球最大出口市场的优势 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同时美国还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不断加码对我们施压 同样是利用手中的优势筹码 来逼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让步 这就是组合权 在这个方面只有你想不到和做不到的 没有美国人想不到和做不到的 第六是美国在谈判的过程中随时会加码 美国在谈判的过程中经常玩弄随时加码的游戏 先提出自己的最高要求 如果对方不答应则反复施压逼迫对方接受 如果对方比较好说话答应了则立刻增加新的要求 可以说是典型的得寸进尺贪婪无度 进而在谈判中必然表现出言而无信 反复无常和出尔反尔 在此次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 中方愿意适当增加从美国购买商品和油气资源等 以缩小中美间的贸易逆差 但是美方却以为中方好说话 狮子大张口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采购要求 即中国在短时期内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 迅速缩小中美贸易逆差 中方愿意逐步使国有企业中性化 但美国却进一步提出 对中国各级财政进行监督和巡查 这些恶劣作风和品质 中国人不要大惊小怪 这在美国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 以上是总结诸多谈判 特别是特朗普和他的贸易谈判代表 在此次谈判过程中采用的路数的一个简单归纳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确善于进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 他们从来都是一个高手 虽然无耻和无赖 但的确有效并常常能达到目的 可以说这次谈判如果不是中国 换作任何一个国家 很难扛住美国的这一系列损招 英招和组合拳 不过有一点是他们无法改变的 那就是美国人在战术层面 虽然是高手 但在战略上则始终处于不利的状态 因为他们失道寡住为利是图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有为世界多极化的大趋势 有为全球化的大趋势 有为人类社会构建人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 这就决定了他们走不远 战略上错了 战术上在高超也无法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美之间的谈判 还会继续下去了解一下美国谈判的伎俩和路数 或许对我们以后的谈判会有所借鉴 最后奉劝美国人如下两句话 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